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中國大陸軍事實力真的可以說是突飛猛進 光是11月即將舉行的珠海航展 都引發熱烈的討論 您期待看到中國哪些的軍機亮相 來聊天謝謝大家您的看法 解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聚焦的是 轟二十真的現身到了菲律賓的領空嗎 美國的攝影師拍下了這一張非常神秘的飛機 而且美國媒體還說可能跟中國大陸有關係嗎 這次來看到根據美國戰區新聞網站報導的 他說日前有一個美國的攝影師 在菲律賓東部的聖馬格達萊納這個地方 上空拍到了這一個外形非常奇特的神秘飛機 根據這個網站的專家判定之後 他們一致認為這張照片並不是惡作劇的產物 是真的拍到了真實存在的人類航空技 而這一架神秘的飛機擁有非常標準的 飛翼的佈局 而且展顯比還比現在的美軍的現役 B2隱形轟炸機還要來的大 那我們來補充一下什麼叫做展顯比 先說大的這個展顯比 那它表明說它的機翼是比較長 而且比較窄的 那小的展顯比則是表示說它的機翼是比較短的 而且比較寬的 所以說到說這一架的神秘飛機被說 它的展顯比是比現在的美國的B2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變得比較寬 跟現在的B2隱身的轟炸機來更大 那它的機翼就比B2還要來的長而且窄 另外來看到的是說 美國媒體還特別形容說 它的外型上跟美國的來看到是 美軍像是RQ-180以及RQ-170 兩款的隱身無人偵察機是有點相似 你看我們來類比一下 你看這個跟它是不是有一點點相似呢 另外來看到是RQ-170 其實跟B2-1是一樣的 是美國非常很機密的裝備 一直都沒有對外來透露具體的訊息 除此之外呢 美國媒體還想出一些異想天開的想法 說這個神秘的航天器 可能跟中國大陸有關 而且提到了這一些被選的機型 可能是什麼呢 這個飛機到底是什麼呢 它說會不會是中國大陸的彩虹機 無人偵察機呢 或者是超級神秘的轟20呢 文章就開始認為說 中國大陸目前正在開展 很多的隱身飛機的項目 包括隱身戰略轟炸機轟20 以及幾款解放軍 已經裝備的無人隱身偵察機等等的 而中國大陸對此一直都是高度的保密 還說這一次出現在 菲律賓領空上面的 不明飛行器的主角 很有可能會不會就是中國大陸的轟20 或者是解放軍的無人偵察機呢 但是陸媒表示 不得不說美國媒體是又在嫁禍給中國大陸 渲染中國威脅嗎 而且還說這已經發展到 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 因為他特別提到說 中國大陸目前被外界所知的一些 飛翼布局各類的航空器當中 沒有一個在外觀上 跟你這個美國攝影師 剛剛拍到的那一張飛機是相似的 相反的呢 美國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它有拍過了一張 非常珍貴的RQ-180的照片 跟這一次你看 它的神秘飛行器 它在外觀上真的有一點點的相似 而且具體的技術的角度來看呢 照片當中的飛機有極大的展顯比 非常大的展顯比 那跟B2來跟它做比較 其實還要怎麼樣呢 還要來得大 這是B2 這個是B2 那這是這一次被拍到的神秘飛機 那所謂的展顯比 我們再好好介紹一下 展顯比它的意思就是 飛機來看到 飛機的這個地方 一展平方去處以機翼的面積 那這個簡單來講說 這個數字越小的話 展顯比越小的話 代表這個機翼越窄 飛機的外型就越尖銳 那追求高速的戰鬥機的展顯比 一般來說都是比較小的 比如說來看到的像是呢 美國的F-18的大黃蜂 它的展顯比是4.0 中國大陸殲20的展顯比是2.0 那展顯比如果越大的話 飛機在低速飛行的時候 它會表現的比較好 那就會有更多優秀的續航時間 所以展顯比越大 續航時間是比較大的 小它是比較快的 然後呢 還有包括展顯比比較大的話呢 它的最大航程也是它比較優秀的地方 反而擁有怎麼樣呢 這個更快的速度 就是展顯比比較小的 所以戰鬥機都是比較小的展顯比 所以一般狀況之下呢 戰鬥機的展顯比都是在4.0以下 比如說剛剛說的超級大黃蜂 4啦 那殲20是2 那有一些呢 長航程的無人偵察機 它續航力需要長一點點嘛 所以呢 彩虹4的展顯比就接近了多少 接近了25 那好 總而言之說 這一次所拍到的這個神秘照片 上面的這個無人機的被說展顯比 是呢 至少超過10以上 那至少是這種所謂的無人機 來可能比較有可能 因為它展顯比很大啊 它應該是超過10以上的 而這個數字更可能就是被說是無人機了 因為呢 有人駕駛的轟炸機啊 出於呢 最基本的飛行速度的指標要求嘛 所以基本上不會採用這麼大的一個 所謂的展顯比 而且如果真的要說的是有人的轟炸機的話呢 實際上大型的轟炸機 戰略轟炸機的起重量 至少都怎麼樣呢 至少都要兩百噸以上 那擁有足夠的內油保證足夠的航程 也不需要這麼大的一個展顯比 那這張神秘照片展現出來的外型上來看 跟誰最相似呢 陸美就說其實跟你美軍的RQ-180 真的是最相似的 而且呢來看到的另外一個是RQ-170 正好呢也是在美軍你自己呢 菲律賓也有空軍基地 另外呢陸美也說 美國你完全是有能力在菲律賓搞所謂的飛行試驗的 而且呢剛剛講的這兩款的大型隱身無人偵察機 說白了其實呢也給大陸量身定做的 美國這兩個大型的偵察機 其實呢也是怎麼樣呢 是要來對中國大陸進行全天候 不間斷的監視大陸東南的海域啦 拉過來飛飛啦也是很情和合理的 但是呢妹妹提到了這個所謂的彩虹漆 來看到的是這一款呢 是採用的是雙三角的飛翼布局 它是一架呢中國大陸具備的是 高雅音速飛行的能力的無人機 那跟這些超大展顯比的風箏 可不是一個技術水平的產物 再退一步來講的話 你又說是中國大陸的所謂的轟二十 陸媒說根本就不可能 為什麼呢 為什麼轟二十要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啊 轟二十跑到菲律賓東部去實驗 會不會太遠 這個地方呢聖馬 格達 萊納 這個地方距離中國大陸 比較南端的比如說澳門啊 也要一千五百四十公里的距離 很難想像大陸會派出最新 最機密的新銳戰機 跑到一千多公里外的菲律賓的領空 展現軍事的存在 它又不是像是五眼聯盟 待會會告訴你 譬如說加拿大啦 或澳大利亞 跑到中國大陸家門口來 結果呢被反制了 還在說中國大陸對他們的威脅 好 那另外來看到 陸媒就提醒這種情形呢 跟強行跟大陸綁定起來 甚至就指著自己的 美國自己的新飛機 說是中國大陸 他說這種手法就是為了渲染呢 中國大陸在南海這個地方 周遭國家的軍事威脅 你看大陸東來這邊 你看紅二十來這邊好危險啊 大陸有威脅 那他就說呢 現在美國媒體真的是 不談大陸就連話都不會說了嗎 也引發大家的討論 另外說到了炒作中國威脅的 您覺得澳洲跟加拿大軍機 跑到中國大陸家門口 結果又控訴說 遭到中國大陸威脅有道理嗎 來聊天室一起互動一下 我們現在聚焦的是澳洲好了 澳洲來看到最近啊 就是來到中國大陸家門口來進行偵查 結果來看到被解放軍反制之後 他又反訴中國大陸 現在被大打臉了 被中國大陸外交部跟國防部打臉 先看到的是大陸之外 先看澳洲他怎麼樣指控的 澳大利亞國防部先發布聲明 他表示說澳洲有一架空軍的 P-8A反潛巡邏機 在國際空域也就是其實在南海這個地方 進行了偵查的任務 結果遭到了中國大陸的空軍 殲-16戰鬥機的攔截 澳洲還宣稱說 殲-16在攔截的時候 釋放了一些小鋁塊 並且對於P-8A飛機 還有機組人員造成了一些威脅等等的 澳洲政府已經向中國大陸表達擔憂 對此來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的國防部的發言人 彈克飛他就說這個所謂的澳大利亞 一架的P-8A反潛巡邏機 進入的是哪裡呢 他是來到中國大陸西沙附近的空域 抵近偵查 你是不顧中國大陸反覆的警告 而且連續逼近中國大陸的西沙領空 你來到中國大陸西沙領空 大陸當然會有一些反制 所以他就說中國人民解放軍 南部的戰區組織了海空兵力 對澳洲軍方進行了識別查證 並且予以警告驅離 澳軍嚴重的威脅到中國大陸主權安全 中國大陸軍隊採取的應對措施 是專業合法還有合理合法的 他就控訴說澳洲你是顛倒是非黑白 一再的散播虛假訊息 鼓吹製造對立對抗 中國大陸對此是堅決反對的 正告你澳大利亞要立刻停止 類似的挑釁行徑 而且要約束你自己的海空兵力 否則承擔一切的後果是要你澳洲來承擔的 另外來看到的是大陸外交部發言 趙立堅則是說 澳洲是軍機不顧中國大陸反覆的警告 你持續逼近到了中國大陸西沙領空 中國人民解放軍才會是予以警告趨禮 澳軍機嚴重威脅中方主權安全 中國軍隊採取的應對措施 專業安全合理合法 澳方顛倒黑白一再散播虛假信息 鼓吹製造對立對抗 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我們正告澳方立即停止類似危險挑釁行徑 嚴格約束海空兵力行動 否則將承擔由此引發的一切嚴重後果 好 所以你覺得澳洲是碰瓷了嗎 我們來聊天室一起聊聊 其實大陸媒體也說 解放軍這個手段 也許未來還可以更狠一些嗎 譬如說殲-16逼退了澳軍的戰機 下次他說還可以動用什麼呢 電子戰機 他提到就是要怎麼對付 這個所謂的搞偵查的補速之客 陸媒就特別提醒說 其實中國大陸的國產殲-16戰機 已經發展出了電子戰改的 改型的戰機 叫做殲-16D 可以用殲-16D來進行反制 還有基於上是運-8 還有運-9系列的平台研製的電子戰飛機 未來中國大陸大可以用這些專業的電子戰飛機 對外國的軍隊偵查機進行半飛 干擾等等的 電子戰機對他國的飛機沒有直接傷害 但是如果干擾器的功率大到一定程度的話 也可能對於這些外國的戰機 尤其是不懷好意的戰機 它的電子設備會造成相當程度的麻煩 第二點也是可以出動一些中等尺寸 而且成本有限的無人機 對於這些外國偵查機進行近距離的妨礙 以來看到中國大陸現在可觀的無人機產能來說 用無人機的所謂的風群方式 可以來個以小換大 還可以大幅減少大陸飛行員的出動壓力 還有任務危險性等等的 好 剛剛講的是澳洲 另外這也是碰瓷了嗎 這是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 在當地時間6號的時候 他又再次批評了 中國大陸對於加拿大飛機採取的行動 杜魯多他聲稱說 中國大陸行為是不負責任的 而且具有挑釁 還說我們繼續強烈的表明 大陸正在將人們置於危險之中 同時也不尊重聯合國的決定 好啦 他怎麼那麼氣呢 整體事件其實是澳大利亞自己說的 6月1號呢 加拿大的環球新聞就說 大陸的戰機 常常在亞太的國際水域 你看 聽到了喔 不是來那個什麼 澳大利亞周遭的水域 是澳大利亞來到亞太的國際水域 又來到中國大陸周邊了嘛 他說常常在亞太國際水域干擾一架 執行聯合國任務的加拿大偵察機 加拿大軍方呢 還有政府不願透露的 現名消息人士 像這個報紙表示說 大陸的飛機 經常在距離加拿大的飛機呢 大概是多少 20到100英尺的飛行距離 而且呢 近到連加拿大的飛行員 都可以看到飛機上的大陸飛行員 甚至呢 他還說大陸的飛行員 對他們指了一個不好聽的手勢 另外呢 還說呢 從耶誕節以來呢 大陸的戰機進行了60多次 類似的攔截行為 其中超過了20次 被認為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就加拿大炒作中加軍機相遇的事情呢 第一時間大陸的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 他就出來說話了 說 最近呢 加拿大軍機 用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藉口 加大對中國大陸抵禁偵察機 並且挑釁 危害就是中國國家的安全 危及到雙方一線人員的安全 中國大陸對此是堅決反對的 針對家方挑釁行為和不友好 不專業的操作呢 大陸軍隊迅速採取了有理有利 安全專業的處置措施 並且透過的是外交的渠道 向加拿大提出了嚴正交涉 吳謙就說 中國大陸敦促你加拿大 要正視事態的嚴重性 要嚴格的約束你一線的部隊 不可以實施任何的冒險挑釁行為 否則呢 它會引發一切的嚴重後果 你加拿大就要來承擔 另外來看到呢 其實是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也有針對這件事情來進行回應 他也特別強調說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從來都沒有授權任何國家 用所謂的監控違反活動為由 在他國的管轄海空域 來部署軍力來展開監視的活動 他就特別提到說 上市最近加拿大軍機 用所謂的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藉口 加大對於中國大陸抵禁偵察機的挑釁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而且中國大陸對此堅決反對 近期加拿大軍機 以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藉口 加大對中方敵禁偵察並挑釁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危及雙方一線人員安全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針對加方挑釁行為 和不友好不專業的操作 中國軍隊迅速採取了有理有力 安全專業的處置措施 並通過外交渠道 向加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中方敦促加方正式事態的嚴重性 不得實施任何冒險挑釁行為 否則由此引發的一切嚴重後果 由家方承擔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一周周 combined 一周結束